午餐時間如果到這一家的餐廳去吃飯 有的女生說不舒服啊 這一家餐廳呢就是這個食堂 這個便當啦 那這個字呢周杰倫可以講 我們不能講啦 但是有女生講說不舒服 不想去吃 有男生開玩笑說不如啊 周杰倫去吃吃看好了 因為這個字就是被周杰倫給講紅的啊 好好賣個便當 到底跟這個字有啥關係啊 新北市淡江大學 側門旁邊這間便當店 還沒正式營業 招牌上黃色大字 高調吸引目光 他可以說很棒的意思 也可以說男性的那個生殖器官吧 還OK還滿帥的 男生覺得帥 女學生卻感覺就不好意思 因為他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很清楚啦 網友瘋狂討論 有人擔心便當裡面 會不會充滿男文臭酸味 還有人酷掃周杰倫 如果周董去吃 一定非常適合 其實這搞怪店名多的是 像是這間詐騙集團大啦啦營業 其實賣的是嚴肅雞啦 至於由不得你光聽就知道專賣魷魚羹 拌豬肝湯也耍噱頭 取名鐵石心腸 而鍋心豆角其實就是小火鍋 不過這垃圾麵到底賣啥 還真是讓人不灑灑 還有些配料 有些渣渣的東西 我們都不曉得是怎麼做的 就連洗鞋店名字也響叮噹 叫做改鞋歸鎮 研究所顧名思義 打鑰匙配片天下所 只能說做生意競爭實在太激烈 店家挖空心思 連招牌也能大做文章 中天新聞 這位瓶瓶范馨於新北市 採訪報導